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很高興 感謝主 在我們靈恩佈道會之後 傳道又能夠跟大家見面 在上一次的靈恩佈道會 我們臨口教會可以說是 在颱風當中有驚無險 這樣度過 中國三大節日 中秋節也已經過了 所以感覺上 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平靜的生活 平靜才是我們最常態的 這才是我們最需要學會去面對的 但是以聖功方面來講 在平靜還有聯會過後 卻是不同層次的一種思考 甚至可能是一個更進一步的考驗 為什麼我們這樣來做互相的提醒呢 因為我們看到主義書 曾經 講過 兩個兒子的比喻 我們請大家一起來看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的21章 21章的28節 馬太福音21章的28節到32節 在新約聖經30頁 我們請大家一起來読 我們請大家一起來読 你們想這兩個兒子 是哪一個遵行復命呢 他們說 大兒子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瑞利和蒼姬 到底你們先進神的國 因為耶和尊者一道 到你們這裡來 你們卻不信他 瑞利和蒼姬 道信他 你們看見了 後來還是不懊悔去信他 阿們 這裡主義書 講到兩個兒子的比喻 我們知道主義書 在世上傳福音 常用比喻 這已經是主義書 一個特色 他的一種模式 那在這麼多的比喻當中 我們剛才所讀的 兩個兒子的比喻 算是 在 內容 他的 長短來講 他算是 相當短的 一個比喻 大概沒有幾句話 就把兩個兒子的比喻 就把它說完了 當然透過上下文 我們也知道 主義書 講這個比喻 當然第一個 是針對 在聖殿裡面 被主義書教訓的 這些祭司長 和民間的長老 也就是 我們用一個 統一的名稱 就是文士跟法律賽人 這個在我們 二十一章的 二十三到二十七節 大概可以知道 它有這樣的一個背景在 主義書 主義書 在傳福音 它最主要的對象 常常 就是面對的 就是當時的猶太人 當時在聖殿裡面的 這些祭司長 文士 法律賽人等等 那關於 法律賽人的背景 他們的觀念 他們的價值觀 甚至 他們的形式為人 我們在這邊 就 不多時間來介紹 因為這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背景 但是今天 我們 為什麼會用 兩個兒子的比喻 來做互相的勉勵啊 就如同保羅所說的 聖經的話 它重點 不在字句 當然不是說字句不重要 就是字句裡面 聖靈要讓我們明白的 他的精神 意義 價值真正在哪裡 甚至 可能是 價值裡面的 最核心的這個部分 我們去查考 主義書的比喻 大概 我們都是 想辦法 要去體會到這一點 如果不是往這方面 去體會的話 就可能會像 我曾經 在這裡所說的 有一個姊妹 傳道用 主義書的比喻去勉勵他 他聽了之後 不痛不癢 也不慌不忙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後來他就說了 傳道你講的 我知道 比喻嘛 比喻只是比方 不是真的 那這樣的話就透公了 那主義書 特別 用紅色的字表達 那就沒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要特別要用紅色 因為主義書親口所講的 我們也知道 只要是主義書親口所講的 幾乎在審判的時候 那都是 照我們現在 法律的用語 那都是在法庭上 都將成為審判的一個依據 所以當傳道 慢慢的 久了之後 我也不知不解 很自然的 都會特別去注意 這個紅字的部分 好像覺得 這個 好像 是重點是守在 當然不是說 聖經其他地方不重要 是這個 為什麼它是紅字的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我自己的 一個在讀經 準備講到的 一個重點 好 我們再 講回來 這兩個兒子的比喻 在這 比較短的比喻當中 人物內容很簡單 人物呢 就是 一個爸爸 對他的兩個兒子交代工作 什麼工作 就是 叫他們 今天 要到葡萄園裡面 去幫忙做工 就是這件事情 家裡事情很多 孩子當大了 尤其是男孩子 更需要 爸爸更需要他們來幫忙 這個 合情合理 這個也是很正常 所以爸爸 首先 就對大兒子說 我兒你今天到葡萄園去做工吧 這個大兒子就回答 他說我不去 理由沒有講 理由可能 有他自己的 一個藉口吧 但是沒有多久 可能他自己 想來想去 也想到父親 的為難 也想到父親 養育之恩 也想到父親 一個人沒有幫忙 沒有人幫忙 說不夠期 所以 之後 他就 轉意 這個後悔的意思就是 轉變 心意 他就去了 原本說不去的 後來想通了 感動了 他就去了 然後 後來 爸爸又對這個小兒子 也是同樣的要求 也是請他說 你今天到 葡萄園園裡面 幫我去幫忙 這個小兒子 可能是 但是 我們講白眼有點 比較細 比較油條 也可以說比較 可能比較會敷衍 他就回答說 父啊我去 或許 他也不見得是 油條的 他可能想去 但是呢 到最後 不知道什麼原因 有可能是 真讓出去 看到太陽這麼大 像這幾天 昨天 到 桃園 冰衣館 去辦商禮 十二點 家屬定的時間 十二點 日震當中 我從車子一出來 我那個 教務就講 啊 傳道 今天的太陽會咬人 我說對啊 現在已經過中秋了 秋天的太陽啊 叫秋老虎啊 老虎會咬人 啊對喔 好刺啊 可能是這樣 這個小兒子啊 出去看到太陽這麼大 哎呀 這個葡萄園 又這麼廣 哎呀 算了 不要去了 這兩個 後來 子耶穌講完這兩個兒子的情形之後 就問了這些 法利塞人 他說 你們想 這兩個兒子 哪一個是 有遵行 父親的命令呢 有照父親的話去做呢 當然 一聽就知道了 所以他們 二話不說 就說 是大兒子 是大兒子 所以讀到這裡啊 我就有感而發 我就直接切入到 教訓的這個部分 在這個比喻當中 很清楚是父親 很清楚是父親交代這個兒子 那如果以我們現在來講 當然我們的父親 天上的父 就是我們所敬拜的主耶穌 那誰是他的兒子呢 就是我們在座的各位 那父親所講的話 當然一定有他的道理 當然是正確的 所以這兩個兒子呢 不管是 原先答應的也好 或者是 後面才答應的也好 不管怎麼樣 最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大家對父親的交代的事情 他的正確性 爸爸講的這句話交代的事情 是對的 只是這個對的事情 有的人想通了回去做 但是有的呢 雖然明明知道是對 可是有很多自己的心理因素 或者是有自己的 其他的理由 像我們上次所講過的 藐視救恩的那個比喻 那個剛結婚的 說我不能去 那個要去看徒弟的 說我不能去 買了五對牛 就是石頭牛的 他說這個成本太大 我不能去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可是我們上次 也查考了聖經 真言清楚告訴我們 每一個人在自己心中 所行的事情都以為正 可是 見察人心的是耶和華 所以神看了才是準 所以我們在上一次講到 藐視救恩的這個比喻的時候 有講到 在這三個 借口當中 這三個不同的理由當中 甚至還有一個理由 還是有律法根據的 我們上次有翻生命記 律法規定 剛結婚的可以請一年的婚嫁 可以請一年的婚嫁 不可以叫他去做東做西 不能叫他去做導務主任 我們阿母主講的導務主任 去做這個做那個 他是有理由 可是到最後呢 聖經卻清楚的 我們上次有查考到 我就不再翻 家族他卻動怒了 可見我們的理由 認為是對的 不見得是在死面前也對 因為唯有耶和華監察人心 所以我們 再回想我們所講過的這些比喻 再回來看到這兩個兒子 他們接受也好 或者是拒絕也好 雖然都有他們自己的理由 可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 指出說哪一個是真正有去遵行 所以他的重點還是在行 這個字上面 其實 在這個比喻當中 嚴格來講 應該是有三種 的孩子 雖然這裡說兩種的兒子 可是應該來講 是有三種的狀況 只是最好的狀況 最初沒有在這裡把它表露出來 直接略過 那最好的狀況是什麼 當然就是像 以撒亞先知一樣 當耶和華真神在呼召 他說主啊我在這裡請才請我 那以撒亞先知 他也馬上真的 呼應了 耶和華真神的呼召 進到當時皇宮裡面 這個可以說很多宮廷裡面 複雜的一個文化當中 他也是勇往直前 勇敢地去面對 也成為當時 在皇宮裡面 來為神 講預言 為神來傳達神的一個命令 所以又被稱為宮廷先知 所以像以撒亞先知這種的 當然是最好的 就是 聽了馬上答應 主我在這裡請才請我 並且呢 講完這句話之後呢 也是毫不耽誤 言出必行 所以這種是一百分 這是最好的狀況 可是在這裡啊 主要說這個最好的 他就直接略過了 因為這個已經很好的 不用再講 這個已經標準的不用再講 現在要講的就是 比較接近我們一般人性的 最好的當然是 最好的可是有時候 好的 不多 反而這種今天我們看到的 這兩個兒子的情況啊 在我們信徒在肉聖宮的態度 確實常常看到 就像剛才講的 最先他是 說不要 但是呢 後來被神的愛所激勵了 像保羅 在哥林多厚書所講 原來我們是被神的愛所激勵 這個你們就自己去犯 我不要再用時間 後來真的去 所以之前不要 但是後來呢 就覺得我不能這樣 我就去 那另外 原本說要去的 就不去 所以我就一直在 查考這一段啊 我還是拉回來到我們的聯恩會 因為我們剛才說 聯恩會已經結束了 那是常常 講到的 從聖經裡面也告訴我們 聯恩會的結束 並不代表聖宮的結束 因為在聯恩會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感動 也聽了很多的勉勵 所以也開過很多的會議 所以在每一個負責人 他所負責的那個鼓裡面 都有在聯恩會當中 大家所決議的 大家所提醒到的 大家所感動到的 我們應該要做的 哪些哪些的事情 比如說 教牧 當然在聯恩會過後 他發現 這次有些信徒有來 但是後面他的問題 還是要繼續去關心 牧羊的問題 雖然他是老信徒 但是他的家庭 還是要透過訪問 各種方法來掌握 讓牧羊的養分 持續不斷的 能夠領到他們的家 所以教牧在聯恩會過後 一定也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宣道呢 比如說像我們這次 我們就有考慮到 發現到說 我們要成立這個牧道辦 因為有些牧道朋友 我們很想給他受洗 但是考慮到他有些條件不足 所以我們往一個建設性的方向 怎麼樣讓他能夠在下一次的 聯恩會 他真的能夠如期 達到聖經裡面所講的 能夠合乎神旨意的 那個要求啊 能夠讓他受洗 所以這就要有一個 牧道班的一個安排 課程的安排 所以在聯恩會過後 各股都有 當然總務應該也有 甚至可能財務 當然也有啊 當然我們財務 都很盡責 兩個財務都很盡責 但是如果我們再套用啊 主耶穌講過的 一里路 如果可以的話 有沒有兩里路 主耶穌說還是要走兩里路 那財務的話 如果行有餘力 也可以從這個奉獻的情況當中 大概看出 信徒在奉獻上面的一個 信仰的態度的反應 因為這個錢啊 它是一個很現實的東西 今天 一個信徒 在上次他能夠做出這樣的奉獻 但是這一次呢 聯繫幾個月 沒有看到他的奉獻 這個他透露出怎麼樣的一個訊息呢 很可能他的經濟來源出現了問題 很可能他被裁員了 很可能他可能生病了 沒有辦法去上班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指標 一個訊息的表達 所以這個方法可以去追蹤 發現原來他是有些困難 甚至我們知道他以前都有奉獻 但是這幾次沒有 可能有經濟困難 反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發揮 一個救急的一個角色 從這個當中我們就可以去幫助他 稍微幫他度過這個難關 那甚至從這當中也可以看出 他信仰的變化 為什麼之前他會奉獻 這次他沒有奉獻 金錢來源都沒有問題 所以後來發現原來他信仰已經面臨 一個十字路口的茫然感 他已經在信仰的十字路口 產生了一個懷疑 他已經對這個他所敬拜的神 開始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所以有時候從一個指標上 給我們一個兩里路的更進一步的思考 所以在這裡主耶穌他說 那哪一個才是真正尊情父子義的 我想主耶穌還是把核心的概念 放在這個行的部分 後來就要說在這裡 主耶穌強調的是什麼 我在哪裡 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聖功的執行力 聖功的執行力 以前我們總負責 李永基長老 有一段時間跟他同工的時候 他好像那一陣子還是一直都不知道 他開口閉口 他都一直強調執行力 那時候他在當總負責的時候 甚至啊 他介紹的還是 我忘記有一段時間了 特別去看了一本 執行力的時候 後來我才想到說 身為一個總會的一個領導者 教會總會有很多的政策 但是如果很多都沒有辦法執行 那個在我們在總會開這個聖聖人員會議 還有信徒代表大會的時候 每一年都會有一個白皮書 年度計畫書 所以裡面啊 個股工作非常的多 整個經費 整個算項也都是超過億 因為每一個粗 道總會是叫粗 好像六個粗 整個加起來每年的預算都是上億 差不多現在的錢就是這樣 但是呢 真正能夠執行的有多少 所以身為一個總會的掌斗者 我們說一個船長 這個船的走向能不能達到這個港口 能不能把這一艘貨輪送到目的地 他不能擱淺 他不能困在這個港灣或者海上 這個貨輪上面啊 這個好幾百億的貨品 如果就這樣在海上面翻了 或者送不到的延期了 那個賠償 那個都是天文數字 所以他無論如何 這個船長就是一定想辦法 要把這艘船 開到目的地 而且是如期 還不能那個預期 不能遲到 因為那個 那個什麼 卡車啦 那些都已經在港口已經在等了 所以這個都不能耽搁的 所以難怪主要說 在斜角裡的時候 他也最後還是在講這個 聖功的執行力的道理 也就是真理的執行力的問題 我們請看耶翰福音 耶翰福音的 我們看耶翰福音 耶翰福音的十三章 十三章的十七節 耶翰福音十三章的十七節 我們來一起讀 在新約聖經一百四十八月 耶翰福音的十三章十七節 十七節請念 你們既知道這事 若是氣形 就有福了 我們看到聖書 雖然在兩個兒子的比例 這麼小的篇幅 我們或許如果以篇幅來講 有的人可能就會帶過了 我還是看那個篇幅比較大的比例好了 那個篇幅比較大的比例可能比較重要 這個幾行而已的可能比較適等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後來看到耶翰福音十三章這裡 耶翰福音十三章這裡 耶翰福音十三章在講 跟得救非常有密切關係的洗腳禮 大概只有我們這些書教會才知道 因為外教會很多都 明明這個洗腳禮與得救有份 他們把它當成一般的風俗 感謝主在我們這些書教會 是真的有在執行 所以主要說 若是你們知道這事 若是其氣形就有福 所以還是在執行力 還是在執行力 如果聯合會過後 這些我們所講到預定的這些 如果不執行 那其實說起來對我們聯合會的一個回顧 它是一種不好的回擊 它是一個不好的回擊 這個怎麼叫不好的回擊 就是說整個看回來呢 它那個效果沒有彰顯出來 所以變成呢 它聯合會的感動 只是在那幾天而已 如果我們用一個 一般的比喻 不是很恰當的 只是讓大家去體會 好像外面 一般的宗教 民間宗教 廟會 熱鬧一下 敲鑼打鼓一下 沒有了 廟會就是這樣 但是得救的教會 所以 出自子耶穌所講的話 你們既知道這事 若是執行 就有福了 所以子耶穌一直 他一直在講這個執行力 甚至我再體會這樣 子耶穌對這個執行這兩個字 他非常的care 他care到 甚至他要用一個很極端的一個形容 來強調他重視這件事情 為什麼說他用一個很極端的形容 我們來看回來 馬太福音的21章 馬太福音的21章 我們再看回來 馬太福音的21章 21章 31節 31節 你們看 我來讀 31節 你們想這兩個兒子 是哪一個遵行復命呢 他們說大兒子 耶穌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瑞利和倉記 道比你們先進神的果 如果 我們沒有仔細去體會主耶穌的心腸 我們就覺得主耶穌 我自己認為 有一點小題大做 因為你只是講說 哪一個兒子是有在遵行的 那當然就是大兒子嘛 那大兒子就大兒子嘛 就是很明顯 就是大兒子 後來真正有去做就是大兒子 就是這樣嘛 但是後面不一樣 主耶穌後面的 我們說的 他的壓軸啊 他的後座力踩出來 主耶穌畫風一轉 看起來沒有什麼的 一個好像是不痛不癢 很平常的一個比喻 就是兩個兒子的裏 但是主耶穌馬上帶到哪裡 他說就帶到一個很不好的字眼 在當時可以說是 被認為是罪人中的罪人 就是 稅吏跟長跡 我們有沒有發現 這個類比會不會下得要太重了 你只是在講兩個兒子而已啊 兩個兒子就兩個兒子嘛 你講到妓女做什麼 會不會講太嚴重了 妓女是什麼人 兒子又是什麼人 怎麼會把這個兒子跟季妮 還有翠莉來對比呢 我們再仔細地看 我們就知道 主耶穌他真的很在意 所以我們發現 主耶穌兩個兒子的比喻的精神 原來不是 不是在二十一章這裡 就結束了 沒有 他不會這麼死心的 沒有那麼簡單 但後來到了陸家福音 他有同樣的一個核心價值 他用另外一個更具體的比喻呢 篇幅更長的來做這個兒子比喻的精神的延伸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來看陸家福音 陸家福音的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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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章的十一節 一直到三十二節 陸家福音的十五章 十一到三十二節 這是我們熟悉的浪子的比例 這個我們就自己看 比較長 因為這個就真的長了 剛才那個念 不用一分鐘念完這個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我們時間也快到了 在這裡我們看到 這裡很清楚的說 這是浪子的比喻 沒有錯 是浪子的比喻 可是我們再仔細看 幾個兒子 幾個兒子 還是兩個 所以主耶穌對那兩個兒子 一直耿耿於懷 所以他在這個 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 講過 其實阿伯瑟還沒有散 他還不想散了 他還不想把這個話題把它切斷 雖然後面又講了幾個比喻 什麼馬太福音二十一章 後面又講什麼 凶惡嚴父的比喻 其親的比喻 好多 但是到陸家福音十五章的時候 然後這兩個兒子的比喻還是出來 還是要請他出來 而且在這裡呢 他更具體的說明 他care的 他真正在意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 這裡的兩個兒子 情況有一點不一樣 那這邊的大兒子呢 大兒子呢 他是也有去做 不是沒有去做 那這個小兒子呢 他是流浪的 可是到最後 他變成一個 這個浪子比喻裡面的主角 他為什麼能夠成為 浪子比喻裡面的一個主角 就是他那種痛徹 悔改 痛徹 這個十七節 十四章的十七節 十七節 我們來一起讀 十七節 十五章 十七節 十七節前面 他醒悟過來 就說 我父親有多少的故宮 口糧有餘 我倒在這裡二十嗎 所以絕衣書到最後 他是很精簡的 雖然講那麼多 最後他就是 到底誰醒了沒有 誰醒了 他就會有 誰醒 誰醒悟 他才可能會有執行力 如果沒有醒悟 不可能會有執行力 執行力不是那麼簡單培養的 喔 難怪那本書 還滿好 還在我家 如果下次你們 回去台東 你們煞車不錯的話 經過我家煞一下 然後小弟剛好我再接待你們 我把那本書 大家翻一翻看看 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當中一個關鍵就是醒悟 如果沒有一個大策大物醒悟 不可能有一個 那個 執行力的 好 我們以為說 講到這邊就好 醒了嗎 比如說你們不見得 我這樣講你們還不見得會醒 的確 很多教會聯會過後 又收攤了 聯會之後聽得懂收攤 好像又 又變在做小本生意了 加減賣 多少 問導遊 有沒有 沾一點 維持一個基本門面就好 教會有燈有亮就好 就這樣而已 執行力沒有 但是我們看 到這本聖經最後一篇 哇 這個神 他還是不放過 我們來看聖經 《奇事錄》 《奇事錄》的三章 《奇事錄》的三章 三章的十四節 《奇事錄》三章的十四節 到十六節 《奇事錄》三章十四到十六節 我們請大家一起來讀 十四節請念 《奇事錄》三章十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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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诉史特约翰说你要写信给老底价教会的使者 而且写信就写信 他的前面的那个引言还蛮长的 那为阿们的 为诚实的 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哇 绕一大圈 可是圣经不是废话 他不是在绕 他一直强调我后面要讲的事情的重要性 因为我后面要讲的很重要 所以我要把前面这些头衔全部都挂出来 有点像那个将军的那个 那个有没有 那个勋章啊 这边挂满了 我是真的是三 那个五星上将 这边 所以我现在讲的话 是按照总司令的身份要讲的 你敢不听 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要 哇 讲那么的阿们的 诚实的 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哇 但是我们发现了 他不是在开玩笑 那他花了这么多的精神 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针对老底价教会的不冷也不热 其实在这里老底价教会 启示录这边所讲的 我们不要误会 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有一个信主 有一个姐妹就来问我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很认真去教会 有时候我不想去教会 我就不想去教会 其实我是按照启示录 我说启示录哪有这样教你 启示录教我 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我很热就很热 早早会我第一个到 但是我心情一来 我一个月不去教会 谁来访问我都一样 为什么 我就是那个 巴不得或冷或热的 因为圣经说 不冷不热会被吐去 其实这误会了 其实这里 老底价教会这里所讲的 他同样跟两个儿子的比喻一样 那个最好的 那个没有先讲 那个不用讲 有一句话说 不用讲的 那叫自不代言 不需要废话 那个最好的 那个还要讲吗 一百分都不用讲了 准备零讲就好了 那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那个第二阶段的跟第三阶段 那如果是如温水 不冷也不热 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因为当中最起码还有一个感觉在 温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这个里面的意思 其实我们对照刚才讲的两个儿子的比喻 其实神要求的是一样 他说我们要有感觉 这个感觉就是什么 刚才所讲的 浪子比喻里面的那个醒悟 因为有醒悟才会有执行力 所以难怪我们这样看圣经 对照几个 主耶稣从他所在意的事情来看 难怪他把这种 在信仰上的一个我们说不冷不热 跟问导游 或者是没有执行力 主耶稣他厌恶到把他归类 我们说不是归类吗 把归类在仓祭跟税吏 当然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我这样就要把归类在仓祭吗 我是不服 主耶稣是在讲精神 虽然我们不是真正的是仓祭 我们也没有税吏的行为 但是他讲的是精神 主耶稣他很强调这个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也借这个机会 因为刚好我们联会也结束了 中秋节也过了 或许我们好像教会没有什么特别事情 其实现在才是我们开始要做事情的时候 不然的话主耶稣会来问我们 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你现在几度 自己量量看 又叫我们去看这个习教理的道理 最后那个 你的福气在哪里 你的执行力在哪里 你的福气就在哪里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南侃教会 它原本是在这个礼拜 领会会 但是他们好像有感觉到这个危机 就是他们可能不敢没有那么大的自信 一天如果也碰到像我们要联系办那么多场的 这个生餐礼 这个真的还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我到南侃的时候 我大概把我们这边生餐礼的整个过程 因为他们也很好奇 他说你们是怎么办的 传道 我这样跟他们说 这样真的比较累 我说对啊 还好灵口教会有做一个 帮我们模拟一个 很像是演习 我说还好我们已经 换时间了 他们换到11月的第一个礼拜 但愿那时候的疫情 比现在更好 不然的话 他们也要面临我们一样的问题 不过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我们灵口这边的经验 我想能够应该对他们有帮助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尝试